- 撕破脸皮之后,每一双方的较量便放到台面上,美国拉拢盟友展开严厉的经济制裁。 - 但是知道到多个国家的反对,但强国种旧是强国,经济制裁还是按着步骤实施开了,美国一方面派遣自己的舰队,对伊朗州遭派越进行封锁,另一方面,联系中都国家,禁止他们购买伊朗食欲油,想以此来达到制裁伊朗经济的结果。 - 但美局没有想到的是,伊朗会直接瞭准霍尔木兹海峡,准备直接封锁中东之优越书要道,这也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利益。 - 这种与死网破的结局,明显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。 - 据法新社7月26日消息报道,常年接受伊朗军事物资援助的胡赛武装,为了响应伊朗的决心,在曼德海峡附近袭击了一艘30万吨级别的沙特巨型邮轮,曼德海峡是另一条石油运输要道,地位等同于霍尔木兹海峡,两条石油运输要道,承载着大部分中东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 - 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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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木兹海峡,两条石油运输要道,承载着大部分中东国家的主要经济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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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